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日 星期四股市表现真的是不错的 因为过几天都是公众假期 看情况市场的细分还是不错的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点恒生指数先高开216点到28594点 曾经一度轻轻仿佛而低见 28511点可是这一分钟指数还是上升133点 往后在主要难筹不断地做好拉动之下 故事直到目前大概三点半左右水平 指数曾经一度是高见28842点 等于说在这一分钟指数是上升了464点 当然记录上来看 指数也是轻轻地回升到10天跟20天上以上 10天上现在大概在28464点 而20天上大概在28719点 从记录上来看 只要指数还是能够稳守在2010天跟100天上以上的话 等于说整个不断往下寻找的走势的股市 暂时已经稳定下来 当然上面还有一条移动线50天线 大概在29295点 这个也是目前初步比较大的阻力 可以这样看 指数从上个星期四的27505点的低位开始的反弹 直到目前为止就是还算不错的 等于说一步一步的往上走 令到整体的细分的确是有明显的改现 可是最终还是要等到指数能够进一步往上撤破 以50天线才能跟大家说 整个所谓的中期调整最坏的时间 可能是已经过去了 问题就是尽管是这样子 也不代表股市马上可以大幅度上升的 我曾经说过 这个中期的调整四到六个星期应该是差不多的了 可能过了四到六个星期之后 到第七个星期跟第八个星期 股市还是会整过的 只要是不再往下寻找低位 我想市场的细分还是可以一点一点改现过来 很多人说网合股市会不会跌到两万五 两万六这样子水平 我知道很多人是这样子看的 可是要问问大家 股市不管是怎么会跌 单单看指数 一定要重磅的难筹往下走 指数才能够往下调的 这样子看起来 只要看看指数主要的恒指成分股 已经可以看到指数 到底会不会进一步大幅度下调 比如说腾信在恒指里面跌10% 还有邮邦1299邮邦也跌10% 魏弘要7.8% 这三个南朝就算是有一点反复 只要不大幅度下行的话 指数是很难大幅度下调的 还有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跟建策银行加起来 在恒指成分里面跌了10.43% 我觉得他们派送的利息都不错的 我不觉得它股价会怎么样大跌 最低限度现在看不到 另外再看看 像那个美团点评有5% 还有阿里巴巴也有5% 当然美团点评从那个460块钱的回调 其实跌的幅度已经不少的了 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股价是在一个大幅度下行之后的 一个反弹之中 短期之内 我觉得最快的时间可能是已经过去了 阿里巴巴嘛 其实看看它的市盈率 才不过27倍左右水平 就算是有点反复 要往下跌的幅度也不会太多 性价的当然看 中移动它在恒指间的比重要2.75% 香港交易所见的比重有5.01% 还有平保见的比重有4.63% 这三只股票最近来说的确有点反复 可是中移动它有6厘的利息 还有香港交易所跟平保 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大跌 这样看起来 指数可能还是有点整股有点反复 可是要怎么样达到下行的机会 可能真的是不太高 好啦 下午分析就说到这里